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战之后 1005年 宋辽达成谭渊之盟 约为兄弟之国 宋每年送给辽碎碧银十万两 捐二十万匹 宋辽以白沟河为解 这次的边界 幽云十六州 辽国占据了十四州 大宋仅仅占据两州 辽国已经深入大宋的腹地 意味着大宋永远将在一个门户大开的房子里睡觉 在谭渊之盟后 大宋在幽云十六州之南建立了三个军事重镇 中山 河间 真定 以抵御北方之地 然而这些大平原上的军事重镇根本没什么用 因为没有任何的关爱和山脉作为依托 在华北大平原上 敌军完全可以绕开军事重镇 直取北宋独城 北宋唯一要庆幸的是 是辽国在草原部落联盟制 与农耕文明的中央集权制中 始终没有找到平衡点 两边左右横跳 最终也只是一个偏安易于的政权 而谭渊之盟也带来了一百多年的和平 但失去幽云十六州的痛 很快就在大宋的身上灵验了 宋徽宗时代 愚蠢的想连金灭辽 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125年10月 仅军两陆军队来袭 一路是完颜望宗的东陆军 从幽州出发直扑开封 我们说过 这里的地形就是辽阔的华北平原 根本无险可守 仅一月时间就兵临开封城下 开始了第一次开封围城战 而西陆军由完颜宗汉率军 从大同出发直扑太原 太原勉强算是北宋 唯一能抵御北京之地的一个关口 过了太原就是洛阳 一旦占据洛阳 就切断了开封以西的所有要道 好在这一次太原顶住了金军 而完颜望宗的东陆军数量有限 在包围开封后 面对兼城九宫不下 最终拿了笔赔款就走了 但是没有了幽云十六州 大宋就是蔡元子门 金国只要想来 随时都能来 不到一年时间 金军又来了 一样的金军路线 一样的统帅 一样的东陆军势如破竹 在华北平原上任意驰骋 东陆完颜宗旺 9月8日从宝州出发 当天破宋兵于雄州中山 一周后攻下新乐 两周后克真定 再次兵临城下 这次更糟糕 金军的西路军的疯狂进攻下 太原没有守住 开封被两路合围 并且堵死了同关可以救援的 大宋林下军 当时大宋最精锐 与西夏交战的兵力 最终宋徽宗无力回天 爆发了靖康之变 北宋灭亡 从1126年9月5日 金军发兵到1127年1月9日 徽宗轻宗投降 中间还经历了金军的攻城战 和野外的战役 最终仅仅历时四个月时间 北宋就完蛋了 这一切不能不说 是因为没有幽云十六州 北宋无险可守 最终带来的恶果 当然 我们说所有的战役 都是人打出来的 即使是大唐 在建国之初 也曾被突厥打到过长安 但是一个完整的中原王朝 一旦拥有了整套防御体系之后 即使是平庸的皇帝 和偶尔出现揽政 代政的皇帝 游民族要打进来 至少需要一关一关的啃 不会如北宋这样 顷刻之间大煞坛塌 或者直接点说 宋朝没有长城 长城被辽国占有了 第五部分 河套地区 让大宋痛彻心扉 幽云十六州 是宋太宗 宋真宗 宋徽宗 宋清宗永远的痛 而河套地区 则是让宋仁宗痛彻心扉 河套地区 是中原王朝西边的门户 意义重大 得知则关中 河北稳如泰山 失之则整个北方震洞 河套地区 指的是黄河中游 几字湾及附近 包括依托廊山 大青山 贺兰山形成的后套 前套 西套三个平原 以及关中以北的 鄂尔多斯高原 河套地区之所以重要 除了中原王朝西边的门户 更因为黄河在此蜿蜒而过 一农一木 河套南街陕西 西格河 毗林宁夏 东格河 毗林山西 北与辽阔的蒙古高原接壤 可就地牧养战马 以驻军资 简单来说两点 第一 这里可以放牧 可以农耕 是几乎唯一两种文明 可以兼容的地区 不但物产丰富 土地肥沃 也是中原王朝 与游牧民族交锋的最前线 第二 这里的气候和植被 是中原王朝最重要的牧场 有了河套地区 中原王朝就可以有自己的骑兵团 没有河套地区 就只能用自己的步兵 硬钢游牧民族的骑兵 当然 中原其他地区也可以铲马 但是远远没有河套地区的马飙汉 更没有河套这样的天然牧场的条件 再也没有比这里更好的抵御游牧民族的门户了 秦朝统一中原后 迁徙三万户到河套地区戍边 设云中九元两军 但秦末天下大乱 河套被匈奴占领 移民都返回中原 公元前127年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魏青出云中击败匈奴的楼帆 白杨二王 终于再次夺回河套地区 大臣主赋衍 尚书建议在河套铸城 以屯田养马 作为防御和进攻匈奴的基地 汉武帝接受这一建议 当年集至朔方郡和五元郡 公元前125年 至西河郡 加上之前的云中郡和定湘郡 以及北地上郡的北部 人们引黄河灌溉土地 当地农业迅速发展 经济繁荣 而且成为重要的战马繁殖基地 是大汉帝国的重要门库 隋唐时期 核桃平原牢牢掌握在中原王朝手中 所以北方游牧政权突厥 没有像之前的匈奴那样 对中原造成巨大的威胁 而且很快就被中原王朝打垮了 但安史直乱后 大唐急召各级节度使评判 吐蕃趁机进行扩张 毫不客气 一路收割 很快占领了安息都护府 随后西平 武都 河川 淮道等地区 全部落入了吐蕃手里 随后五代十国 大唐分崩离析 天下被各路节度使所占领 盘踞在河西走廊一带的 节度使家族李思公也开始创业 他就是个典型的军阀 五代十国期间 李氏军阀基本上是 中原谁做皇帝就向谁称臣 给自己换来实实在在的赏赐和物资 可以说李氏军阀是搞外交的高手 十分谨慎地处理着 与后唐 后晋 后汉等沙托政权 与伊律俄宝基建立的辽 以及与宋朝之间的错综复杂 纵横百合的外交关系 当大宋完成中原中部 与南部地区的大一统后 李家军阀一看 大宋还挺能打 也就归顺了宋朝 其实这种归顺 也就是名义上统一 但很快的 西夏出了李继千 李继千连名义上的归顺都不干了 他带着一帮兄弟公然反叛宋朝 割去核桃地区和河西走廊 为了保证自己的独立 李继千不惜再次向辽国称臣 辽国非常高兴 因为他们早就希望削弱宋朝的力量 在辽国的帮助下 李继千还占领了灵州地区 后来李元昊正式建立了西夏政权 公然和宋王朝彻底决裂 宋朝曾经多次想要收复核桃地区 可是完全不是西夏兵马的对手 第六部分 屡败屡战 梦断西夏 从985年到1002年 大宋与西夏交战多次 几乎没有真正打赢一次 996年李继千截夺宋军粮草四十万 右处大军包围零五城 宋太宗派五陆军击夏 劫败北 宋太宗崩后 宋真宗即位 为西式宁人 割让夏 随 银 幼 敬 给李继千 丢掉了整个西北门户 事实上承认了西夏的独立地位 1002年 李继千率诸部落攻陷宋朝重镇灵州 改名西平府 后又攻取西北重镇梁州 截断宋朝与西域的商道 截断西域向宋朝的路过 同时禁止西域诸部向宋朝卖马 严重影响了宋朝的国防军力建设 其中最让人唏嘘不已的 是宋神宗即位以后